战装呢,不是往这一站就行了,需要呢,有要领 战装呢,需要呢,调形,调心,调息 大家好,我是太极飞飞 咱们今天呢,讲一下战装如何调形 首先呢,我们先松敬战力 正式装功呢,它是一个养生装 开步与肩同宽,两脚呢,是平行向前 我从下往上说 脚的重心呢,在后脚掌,三文章二处 两栖呢,是微弯 微弯到什么程度呢? 这样呢,就是贵栖,这样呢,就直了 微弯到,是自然的一个弯曲 也就说,不直就是弯 继续,松腰 如何松腰呢? 也是站直了,往下放松下来 然后呢,我们要做到圆当 圆当呢,有往外打开的进 又有往里合的进 命门后撑 命门呢,你站直呢,是一个自然呢 是凹陷处,通过呢,松腰 落胯,威力全送 命门自然就打开了 那么我们在战装中呢 要做到下收骨道 和上体一楼 继续往上 要做到含胸把背 那么这个含胸呢,不要这样 含过了 也不要这样挺胸了 也是哪一个自然的 两肩往下一放松 这样呢,就是含胸 那么养胸庄呢 它的核心在于十字手印 十字手印是点燃身体的一个契机 让我们气血躺通起来 那么这个十字手印呢 男女是有区别的 我们站养胸庄 男士是右手搭左手 女士呢,是左手搭右手 两手的劳工穴相叠 致于下丹田 这是庄公呢,养丹田之气 我们继续往上走 下额呢,一定要微收 不要这样,轻轻的微收一下就可以 面部表情呢,要似笑非笑 眼睛呢,不要睁得大大的 也不要闭眼睛 闭眼睛呢,容易昏沉 我们眼睛要似臂非闭 然后呢,上面呢,要顶头旋 也就是百会要上扭 好像上面有个绳子 须须的吊着你一样 那么我们站庄呢,再直白的说 就好像一个衣服架子 在这挂的 衣服呢,是往下垂的 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往下垂 不要用力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站庄 我们练得让身体呢,得到了一个放松 练习那家东西呢,你的思维呢 是逆向思维 这样呢,才能练对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着力 僵力 养生庄这事呢,适合所有人 也是咱们站静态庄的一个 第一门必修的课程 尤其呢,身体不太好的 零基础的,一定要从养生庄站起 养生庄的你每天站上七分钟 就等于给自己呢,身体充充养 那么我们初学者就可以从七分钟站起 每天加一分钟 每天加一分钟 站到三十分钟 四十分钟 这就可以了,已经达到了养生健身的一个效果 好了,你学会了吗? 欢迎你评计留言 关注我,带你学习太极拳装公 公法一类的学习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